東方報業集團早於多年開始 透過連串深入報道 揭發有大量南亞假難民 濫用免遣反聲請機制勇港 並從事打黑工、盜視以至販毒等罪行 保安局星期三提交立法會文件披露 虛連遲行街址非華裔人士 因刑事罪行被捕人數多達1,113人 交前年增加6.7 當中因為嚴重毒品罪行而被捕的人 有159人,交前年79人激增超過一倍 另外,單計今年首兩個月 執法部門在全港接獲708個非華裔偷渡客 當中最多是來自巴基斯坦有298人 佔總體偷渡客人數超過四成 過往一直排在第一位的越南 今次就以202人屈居第二 李大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港師陳偉強指出 上述數字反映立法會沒用 起不到發現社會問題和監察政府的作用 政府更無能,經傳媒披露問題 造成輿論壓力後才有所行動 立法會議員陳偉業就炮轟港府對賈難民問題 明明看到都當看不到 可能是和大部分賈難民都是經內地來港 要向廣東省和中央政府反映問題有關 歐永TV多網電視新聞台報導